哈喽大家好,我是浦尔文 我现在是在西双版纳景洪市的高庄西双井 高庄西双井是代语 汉语意识为九塔十二寨 这里是想要打造景洪的城中之城 重现古时候景洪的圣景 来西双版纳旅游 这里是必来的一个地方 高庄西双井根植于西双版纳逮族文化 融合了大金三角湄公河流域的逮泰文化 这里是高庄有名的景洪市大金塔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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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过来高庄 不是带大家来看风景的 是想带大家去看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普洱茶厨 这里就是高庄锦珍寨西双版纳龙园茶叶大世界 在这里面的话就有一根全世界最大的茶柱 我们进去看一下 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一根大茶柱 这根大茶柱还不是创纪录的最大的那一根 这么大要怎么压啊 这个的话它外面可以围一个单位的形状 然后它底下你看它是有多么的 然后你就把这个茶叶吃好了 这根大茶柱是用八千八百八十八斤深谱压制的 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饼茶 原料是用了七千七百七十七斤的深谱压制 这个是哪一年的 都是一四年的是吧 这边还有很多大金瓜 最大的砖茶 来到富一楼 我们去看一下全世界最大的茶柱 它这下面也有很多的大茶砖 金瓜 也有很多的这些大茶柱 这一面大屏风也是茶叶压的 这一面墙都是大饼茶 这里的茶叶就是一个字 大 非常的壮观 这个是苹果那个吉尼斯记录的是吧 这一根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茶柱 重量达到二十点六吨 因为它没有包的话 它会稍微氧化一些 意思是这根茶柱先放进来 然后再建的 这个第一击下船了两次啊 这个第一击下船了两次啊 好了 世界最大的普洱茶柱已经带大家看完了 大家如果过来西双版纳旅游 可以过来告装感受一下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